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Shalom 今天早上的灵修主题呢 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的脾气坏吗 你的脾气到底坏吗 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19到20节 这里说到呢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要知道 人人都应该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一点的动怒 因为人的愤怒 并不能成就神的义 脾气呢 神乎非常的大 影响力也很大 男人的脾气呢 就会影响他的事业 女人的脾气呢 就会影响他的家庭 甚至婚姻 那么我接下来 要跟大家分享一则的故事 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年轻人 他继承了他父亲公司的这个业务 他的学历很高 能力又强 但问题就在于 他的个性 就是急超了一点 那么很容易就发怒 有一天呢 他就邀请了公司里面的十位董事 到酒楼用餐 和他一起的吃饭 那么在等着等着当中呢 眼看着开饭的时间就快到了 但你知道吗 来的人只有六位而已 他呢 看到这样的状况 他心里又急 又气 就喊着说 哎呀 真的是 该来的不来 哈 什么是该来的都不来呀 那么其中两位董事呢 听了他急超的这一个言语之后呢 当下呢 心里面产生了一些误会了 很愤怒的就离席了 那么这位年轻的董事经理呢 他就看到自己的饭局哦 出了这样一种状况 他心里就更生气 更着急了 他就跺跺他的脚 然后就说 哎呀 该走的 不走 什么 该走的 不走 马上哦 就有三位董事 他们就卷起自己的衣袖 然后转个身 就离开了 最后呢 就只剩下 一位董事 留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位董事呢 其实就是他的父亲 很要好的一个朋友 从小呢 就看着这位董事呢 这个总经理呢 长大 那么就对 这位总经理呢 特别的有这个 呵护和照顾 于是呢 他就走到这位 新任的总经理身边 很耐心的 想要去劝他 这位老董事就对这新任的总经理说 你啊 不能这么容易就气急的 你不能那么容易就生气 这样啊 是会坏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 这样的一种脾气啊 很多很多事情都做不好的 哇 这个年轻人听了之后 有气的大叫 他说我刚才 不是在说他们啊 这话一说完呢 连眼前这位老董事也 离开了 好不好 我们想一想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当你发脾气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是给你这个坏脾气 或者是给你这个的脾气发出来之后 搞砸了的呢 有吗 说到脾气呢 这个家伙 他呢简直就像一个流氓一样 只要你一不小心 你就让他大摇大摆的闯进你的心门 你打开了你的心门 让他冲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夺去你心中 许许多多 原本应该属于你的那份的福分 怎么说呢 我就与你分享一下 脾气呢 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的 一个人在很激怒的当中呢 往往就会说出一些很失控的话 很不可理喻的话 做出许多荒诞 难以置信的一些判断和举动 甚至呢 会量成大祸 再来呢 坏脾气呢 会让人失去健康哦 谁不喜欢健康呢 但是你也没有发现呢 坏脾气的人呢 很容易就会引起高血压啦 心脏病啦 脑中风等等的 这种心血管的疾病 这都是有医学上的根据的 再来坏脾气呢 会让人失去人缘 这个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要留意 没有一个人会很喜欢和坏脾气 或者是脾气暴躁的人相处的 因为呢 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在这个军火库旁边 买一栋房子一样 买一栋房子一样 任何时候都会有爆炸的现象 因此呢 今天神的话语呢 就要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在雅各苏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 他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或者是姐妹们 你们要知道哦 人人都应该要怎么样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一点动怒 因为人的愤怒 并不能够成就 或者是成全 神的义 所以愿上帝赐你平安 有美好收获的一天